最近我們在不同的超級市場 都見到很多公公婆婆在搶購成人紙尿片 幾乎每天都將貨架上的所有紙尿片買回家 團職這麼多 難道老人家就一定離不開尿片? 今天就讓我請教一下醫生 失禁是長者常遇到的問題 男女都會有,而女性就較多 而失禁的主要成因有三個女別 而第一類就是膀胱過度活躍症 患者的膀胱儲尿功能就出現了問題 即使儲了很少尿也好 膀胱的肌肉就會突然收縮 導致膀的壓力增加,引發尿急的情況 繼而引起尿頻和夜尿 嚴重的患者更會出現尿失禁的問題 第二類就是控制排尿的神經系統受到疾病影響 例如中風、認知障礙症、避尿神經疾病等等 而第三類就是盆底肌肉鬆弛 令到引尿能力減弱 當肚子裡的壓力突然增加時 例如咳嗽、打嗤痴、大笑 或者身體有很大動作 或者拿重癮的時間 尿液就會不由自主地流出 這個情況多數發生於中年以上的肥胖女士 尤其與分娩的女士更加多 聽起來,失禁的問題真是為患者的生活 俗成很多不便 請問用尿片是否唯一的解決方法呢 其實用尿片只能指標無法治本 長時間使用尿片可能會引致皮膚敏感 亦會令細菌容易滋生 而增加患上尿導炎的風險 有部份患者亦因此而減少社交活動 嚴重的會影響到家人和朋友之間的關係 醫生,請問有沒有一些治療方案 可以改善患者失禁的問題 讓他們不用再用尿片呢 膀胱過度活躍症 是可以通過藥物去控制病徵的 傳統藥物有Anticholinergics 和一種較新的藥Beta-3 Agonist 都能有效減輕症狀 而Beta-3 Agonist比傳統藥物的副狀 例如口肝、便秘等等都會少很多 患有青光眼的病人亦都很安全服用 長遠來說,病人更可以賣少尿片的支出 原來有藥物可以有效治療膀過度活躍症 那婆婆以後就不用再去團職尿片 還可以省回買尿片的錢 如果想知道更多有關 膀胱過度活躍症的資料 就記得瀏覽香港中文大學探秘網站 直接探索這個QR Code就可以去到 還有一份一分鐘自我評估問卷 讓你可以快速查看自己 有沒有膀胱過度活躍症 請問得太多inden 持人yond chi不肯 給我觀看